我们国家的正式里边 哪些修得好 哪些修得相对糙一些 其实呢 这是个历史常识性问题 首先 二十四十里 公认修得最好的 就是前四十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这些平涯都是非常高的 你像司马前班固 这都是史学巨匠 史记 究天人之计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汉书 包举一代 转成一书 开断代史之先河 三国志 引文精炼 叙事简约 史实准确 取材严谨 陈寿对于史料的选举 是非常严谨的 就是前四十 无需多言 虽然说 有人批评司马前 在史记当中 过多掺杂个人感情 当然我们要知道 他只要是人 是个人 他就不可能 做到绝对客观 他只能做到相对客观 司马前的史记 大的历史脉络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至于说 他对某些人的评价 那是史观的个人好物 这个很正常 前四十 无需多言 我们主要说了 那些修的比较糙的 目前普遍认为 修的比较糙的 或者说 有些问题的 禁熟 原始 宋始 辽始 金始 没错 没有明始 就互联网认为 明始修的最差 明始说实话 他修的算不上好 但是呢 也算不到最差 那一堆理 最后 我们会说到明始的问题 先说差的那几步 宋始 操乱 辽始呢 太过简略 金始存在跟宋辽一样的问题 但相对来说 比宋辽要好一些 元始 比宋辽还要操一些 我们说 宋 金 辽这三步 都是元朝修的 元朝很有意思 他在灭了宋之后 他没有马上去修这个宋始 元朝这朝代 你看吧 他有时候很可爱 他毕竟嘛 把草原民族 我们如果把它拟人化的话 就这个人 他有点神经大条 后来到了1343年 治政三年 大家想想 明朝是哪年建的 就到了这时候才发现 呀 我们前朝史还没修呢 这才找人啊 赶紧编修 宋金辽的三年完成 其实我们说 元朝呢 他也不是说他没想到 忽必烈那个时间就想了 但是在当时啊 存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谁是正统 就这个仨啊 宋金辽 谁是正统 那当时 朝廷就争论嘛 主要有几方观点 一 一方认为啊 就编个宋史就行了 宋朝帝王为本纪 用宋的年号 但另一方认为啊 就当时应该 历史于我们的南北朝 应该编一部南史与北史 还有一方 认为 这三个都不是正统 反正当时元朝朝廷 为了这个问题 就争论不休 中间有时间忘记了 反正想起来继续争论 一直争论到 元朝都快没了 赶紧着吧 最后定调了 各自正统 各用各的年号 定完之后 匆匆编写 宋史 辽史 金史 三年完成 大家想想啊 这仨朝代啊 你不说其他的啊 你光宋朝都三百多年了 他怎么编呢 就是 搜集完史料之后 就直接抄路 也不叫稿 他没时间呢 就乱七八糟 有时间找不到史料 直接抄穆志明 所以说元朝编的这三步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糙的 那明朝啊 他跟元朝正好是掉了个个儿 人元朝是不着急修 明朝是着急修 但是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啊 大家知道 明朝修元史用了多久吗 哎 三百三十一天 从立项到结束 不到一年修完了 那我们就能想象到 元史是怎么修的了啊 也是搜集之前的 档案史料 就直接抄呗 就导致这个元史啊 非常繁琐杂论 大家知道啊 这个记转期史书 它其实很难编修的 需要很高的水平 它不是写小说 记转至表 皇帝的大臣的典章制度 人文风俗 年表月表啊 世系表非常复杂 那你怎么编 才能让它看起来不乱 所以说历代编史书的人啊 都是大家 编完之后 还需要很多人去教定啊 元史啊 就是编的太仓促 当然史料价值肯定是有的 你包括之前的宋史 聊史 今史 这都是有很大石料价值的 但关键是乱的 就你看起来啊 就是云头转向 我给大家看啊 这就是元史里的一个错误 素不抬 雪不抬 这其实就是一个人 你看去世时的年龄 官职 生平 对吧 这就一个人嘛 而元史啊 竟然给人家修了两个转 等于啊 给人弄了一分身出来 你像出现这种错误 很明显 你当时就没叫稿 这种问题啊 元史不是一处啊 就是当时直接找到之前的一些档案 或者是一些资料啊 直接照抄 他不鉴别 你再加上元朝那些官员的名字 什么各种天木尔 插和台 什么利巴达 就这些音译 它就客观也造成一些影响 但你不管怎么说啊 还是修的太仓促 就是你但凡较高 你会发现 这俩人生平怎么一样 对吧 年龄官职也一样 这不就一个人吗 禁书 现在很多人说禁书修的也不好 对吧 魔法书 禁书里存在一些怪力乱神 它是有原因的 一 它两禁时期 它本来就流行那玩意儿 你当时当事的人都分不清楚真假呀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唐朝跟两禁之间 这段时间是我国历史上战乱最频繁的时期 南北朝 史料档案留存不完整 没有办法 唐朝只能去各地搜集 由于当时社会不稳定 它就造成很多事情的记载出现冲突 有些则被夸大 传得神神叨叨的 这是禁书存在的一些问题 但我们要说 它对大的历史记载 大的历史脉络是没有问题的 好 最后我们说明史 明史的问题在于 它对于明朝后期的描写 尤其是明根后金 清接触的那段 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清同志者 它有意粉饰了一些东西 跟有意抹黑了一些东西 但我们要说 它整个大的历史脉络是没有问题的 怎么证明呢 很简单 明代史料可不止明史一本 对吧 明史录 国阙 皮胎录 各种私人笔记 你去对照 甚至包括国外对于明朝的记载 我们要知道明清时期 它的问题在于 它不是史料太少 它是史料太多 所以你可以去对照 互相印证 下来你会发现 明史大的历史脉络 它修的是没有问题的 其余那些各有其优劣长短 但在这里 我要说明一点 我们所说的好坏 是按照我们标准来定的 就是我国对于历史记载 标准定的太高 即使你说修的糙的实书 它大的历史脉络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按照我们标准来定义的话 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历史的 注意我说的是世界 不仅仅是西方 当然 这个也并不是说人家就没有历史 只是说由于他们不像我们有史观传统 对于历史记载特别重视 以至于其他国家很多东西都是靠编的 那某个阶段 这段历史空白 或者说记载不清 那怎么办 我总得填补上去吧 所以说 他们得编一些故事 当然你说我们的史书 它肯定也会存在一些错误跟问题 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因为我们历史太过于悠久 就别说这个 咱自己想想 一周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你能完全记忆吗 历史悠久 史料庞杂 难免在一些小地方出现问题 但还是那句话 大的历史脉络 我们国家的记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要横向对比 横向对比其他国家的史书 你会发现我国对于历史的记载 是最清楚的 没有之一